我是不是可以请一下次长好不好 市长这样好 我这个辛苦 这个我先这个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看我们国合会有参加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绿色能源 特别投资基金 那这个一百年开始我们分十年提供八千万美元 就二十四亿台币 要透过优惠的融资协助欧云收缘国 推动有关LED路灯交通耗质跟太阳能光电的都市基础建设 说实话八千万美元并不少 二十四亿并不少 那我看了一下这些名单 这个一百零一年度合作的优先国家名单 有譬如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这些国家 还有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这些 我想我们都是学国际政治了 国际政治当然give and take 我们不可能说没有贡献没有付出 却希望人家对我们好 哇这是不至于 这是国际政治学的ABC 我们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是希望说 我们give但是也可以take 人家也可以给我们something in return 所以我现在觉得比较那个的就是说 我们付了这么多的钱 有没有什么效益 有没有什么效益 譬如说外交的跟经贸的利益是什么 这里面譬如说我要特别点一下 乌克兰乌克兰对我们不是那样子的友善 这里面有很多的国家跟我们根本没有代表处 没有设代表处 没有副设代表处 那我至少说 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建议的名单 这建议的名单该不该跟我们有代表处的这些国家为优先 我知道这些 我们大家可以提一些建议的名单 可是欧盈大概不见得会把我们的建议的名单放在心里面 可是我看到譬如说土耳其跟我们有代表处 我们不是一直想在这个伊斯坦布设这个分处吗 土耳其一直也没有答应 我讲这些呢 并不是说我反对我们去捐个八千万美金 我好强调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这个连结 我们可不可以跟欧盈 譬如说在这些国家我们可不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捐的钱效益是如何 也这个借这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样的一个参观 然后呢给他们发展出一些的关系 不要说我们这个捐钱 那国家的大门我们连进到下都进不了 我们要建议设代表处人家也不理我们 那这样子会比较尴尬一点 我们可不可以积极点比较aggressive 就是说我们捐这些钱 可是我们希望你欧盈可以协助我们做些什么事 譬如说我们虽然可以推荐学者专家协助溯源国 你一定采购规格 可是呢 这对我们推展我们LED的产业的外销 是不是真的有实质的帮助 我是有点怀疑的 我也没有很好的这个 啊这样的一个建议说 你们外交部采行了以后呢 欧盈就会接受我们什么 我也没有那么好的建议 但是作为一个国会议员呢 我们的确有义务替人民看起了荷包 八千万美金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钱并不少耶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八千万美金 二十四亿都丢出去 我们一无所获 那我们立法院未来要长期要支持 这样的一笔这么大的钱 的意愿会降低 而降低很多 厂商外销有没有帮助呢 我们该不该跟欧盈要一些更多的东西 说那至少 我捐八千万 你是不是可以保证我至少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 厂商的外销的这样的机会 好对不对 那那些得到我们补助的这些国家 你可不可以至少说 跟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比较积极正面的发展 好 这是我做了一个国会议员 我的期待了 我不知道市场有什么看法 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想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那我也把这个政策性的部分 先跟委员做一个说明 事实上我们从1992年参加欧盈以来 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透过欧盈 来跟中东欧 还有中亚的国家来建立关系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的话 我们发觉确实已经建立了 的关系 这个关系从哪里呢 我们跟波兰 跟捷克 跟斯洛伐克 跟匈牙利 在91年以后 纷纷建立办事处 设立办事处 那么我们也同样的 跟波罗的海的这些国家 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那么我个人本人在希腊的时候 就特别去过保加利亚跟罗马尼亚 而这两个国家都同时是欧盈 在这个给予补助的一个 特定的一个国家之一 两者有直接的关系吗 那么 有那么有效吗 比如说我讲的这个欧盈 这个是100年开始才在推动 可是我们跟波兰这些捷克 这些国家发展的关系 早在这以前就有了 我等我请我们的这个 这个秘书长来 对这个部分来做一个报告 因为市长我知道 因为我跟你讲 我们跟欧盈之间 我们给的钱可真是不少 因为这个 我们还投资 在所谓的欧洲特别 投资基金小企业账户计划 这是一千万美金 另外还有五百万美金 是欧洲特别投资基金贸易促进计划 你把这些三项都加在一起的话 这个钱是已经还没有到一亿美金 可是很接近 很接近一亿美金 所以我只是说 我们外交部可能要积极一点 要某种程度那个linkage把它建立起来 就我投这么多钱 我不求说 我丢每一个铜板都要听到一声响声 可是至少我丢了好几个下去 我至少听到一个响声 这样的一个连结 我只怕我们外交部的官员 相关部位的官员 我们太消极 就是说反正我们钱就给了 可是这个消息是什么 有没有检讨我们国会员 我们想看到是 你的消息在哪里 可不可以很具体的告诉我们说 你丢了这些钱 欧盈给了我们什么东西做回馈 我们想了解的是这样 报告委员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欧盈 我们因为参加欧盈 在最近得到一个得标 好像是好几千万元的 一个得标的案子 这个是国际组织师 可以做一个补充 这个是在我们参与欧盈 直接为我们的厂商 这个找到的一个商机 这是数目蛮高的 也是上千万美金的一个商机 当然陆陆续续 也许未来会也有更多 但是刚才这个讲的是 对于国人的商机 对于推动我们外交工作上头 这个部分 我们有的时候 有陈仁如委员丁所报告 不见得我们丢一块钱下去 就会有一块钱响声 那么至于 我们必须有更多的评估 来确认到底可以得到一些什么 那他土耳其来说好了 土耳其我们想在 这个伊斯坦堡来设处 是的 刚才委员也提到 那么但是我们跟土耳其的关系呢 并不只是建筑在一个欧盈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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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援助上头 还有许许多多 双边上的一些合作 那么 土耳其政府要做一个决定 是不是要让这个 中华民国在伊斯坦堡设处 他有很多的因素必须来评估 那么在这个部分 我们还继续不断的在努力 我想那个门并没有关起来 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来促成它 比如说我们捐这些钱的一些的成果 有时候 让这个国人了解一下 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些的数字啊 让国人知道说 其实外交部也努力的帮忙拓展 比如说经贸的利益啊 这个不是只有投资而已 我们也是有所受获的 我希望像这类的讯息啊 也让国人啊 这个知道啊 那个对外交部 争取预算也比较有帮助了 谢谢委员 我是不是补充一下 请我们这个陶密市长 因为我时间大概很少 你大概讲快点 执行长 谢谢 很快跟委员报告 首先这个八千万 这个美金的 它不是正款 它是投资 是投资 那么我们十年之后 回收结算啊 它是承诺是至少 百分之三以上的利息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的预算书里面 列的我这些营收啊 其实就从这次来的 委员刚刚提到 前几个基金也是 那有些以前利率更高啊 目前我们就是靠这个 在我们的自由基金 在做计划 第二个 我们的国人会有结合 因为我们也跟贸协 跟还有欧营在台北办事处 已经跟这个 很多的业界 我们做了 事实上在之前 我们就有联络 这个基金事实上 是我们定做的啊 就是要想要 让我们能够引进去 那么他们可以 当然在采购的法规上 他是不可以直接指定 但是我们的厂商 透过刚才 我也提到的 技术上的 这种去协助的时候啊 在有些事实连带 它的设计上 就让它会 使用台湾的产品 所以目前正在进行中 在这个东欧的 这些国家 政治的效应啊 其实现在就已经看出来 我们上次去参加 这个年会的时候啊 很多那些地方 以前没有 不可能有台湾商 虽然没有代表处 可是我知道现在已经开始聚集台商了 所以那些国家 未来就比较有可能 谢谢 好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市长 谢谢